你这样写作的方式 你觉得是受什么的影响 我觉得肯定的跟我的教育有关系 因为我是理工科出生的 所以我这个逻辑很强 而且就是说科学 这个有一些科学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不是学我这个科学的背景 所以对这个都有很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我也愿意跟这孩子 读这个书 当然他们读好多那些幻想 这些童话 我也让我的孩子在读的同时 也能够学到一些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自己的 用我自己的优势 就是我科学的背景的优势 同时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让对这孩子在很娱乐中学习 就是既要保持孩子们的想象力 又能在讲故事的当中 有它的合理和逻辑性很强 对吧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读物 对于孩子来说 那么我想你小时候肯定也喜欢读一些 你能举几个你喜欢的书吗 在我们这个你那个年代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当然咱们就读中国书了 读西游记 西游记 那时候就是能够读到的什么那个联心所 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比较联心所 然后什么刘英俊呀 什么雷锋 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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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永祥 没错 那个时候咱们能读到的东西有限 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读到这里头 那个什么大特术那些东西 这经典 其实这种国际的这些经典 儿童经典咱们那个时候 我读不到 我不知道你们 十万个为什么你们读到吧 那还是我大的一点 刚小的时候还读到 小的时候还读不到 对 因为我想像你这种写作风格和这种个性 我相信你会喜欢十万个 对 我后来还是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有那个了 对 小的时候还没有 但是所以对那时候读不到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写作无论是小的创作给儿童的 还是大的创作 你要将来写长篇或者怎么样 都和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是的 你刚才提到在这里你写了法官这个怎么样的判 这个判这个案 你生活经历有没有这方面 还是你为这个书你去了解一下 就是美国的法庭里面有 有没有这种机会 会上比如说吃了个罚单 有没有去过法庭 我还没有去过法庭在美国面 但实际上我父亲是法官 所以我们家经常我爸还会回来 我们家会说起来 他这现在是什么案子 然后跟我们说 所以我其实对一直对 法庭里面的程序 对法官怎么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住我大学的时候还做过一个社会调查 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在中国的 完了我就用好多我父亲的工作的好多案子 所以我对这个 所以家庭对你影响很大 是的 实际我父亲那时候想让我学法律 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我说你不知道 咱们那个时候中书里话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 如果我真是学法律的话 我的生活会是就会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轨迹了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还会想 也很有意思 是的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别人一生只能走一条路 看一个风景 没错 是是是是 那你们家有没有小说也跟你讲故事呢 你这么喜欢给女儿讲故事 有我爸爸给我讲故事 我爷爷奶奶 我爸爸也喜欢写东西 我爸爸原来就是在报纸上 他没有写书 但是我爸爸经常在报纸上 发表文章什么的 而且我们家吧 像那种书香门第 我老爷 我舅舅去发表过 估计也得有20本书吧 我舅舅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然后是吉林大学教授 有博士生导师什么的 书法家 对对对对 我舅舅还来这讲书 完全是书香门第 对对对 我舅舅还来这 Michigan的学校 Stadium的学校 来大学讲学的时候 还来这 所以我这方面可能跟家里头 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系 所以刚才是提到的家庭的这种影响 其实你都得益于过去你的父辈 甚至于爷爷奶奶给你的一些影响 那么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对你写书有没有帮助 比如说你做那个软件工程师 或者你在美国的这个生活经历 你自己的孩子这些 肯定有影响嘛 比如说我写这个 一个就是因为 我家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环境 因为就是因为我就说我的女儿吧 好多中国人的孩子中文特别好 所以她们学到好多 读到好多中国故事 自己去中文学校读 我的女儿呢就去那种 就是那种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 所以她们学的东西很简单 她们读不了那些中国的好的故事 所以我就希望我写这个东西呢 我就想让我女儿知道 然后我还想让美国的孩子也能知道 咱们中国的这些美好的东西 就像比如说吧 弟子龟什么的 我跟我先生说起 他说啊这太好了 除了这个就是弟子龟 应该孩子尊重父母啊什么的 他说这个太好了 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 对 曹冲称相 是吧 这些口容让离 那个是我的第二个故事 司马迁砸缸 对 哪个是你的第二个故事 曹冲称相 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对 就是说你今后的这种写作计划 能不能给我们先 透露一点 就是我第二个哈 就是这个曹冲称相 这个实际已经在制作过程中了 明年秋天发行 因为这个故事哈 我就是觉得 谁都知道莫扎特是吧 这是神统 对 中国的曹冲 我觉得就跟 莫扎特一样的 聪明 而且那么早 2000年以前 就想出那么 就天才的想法 对 你跟中国人说 谁知道 咱中国人 咱们谁都知道 是吧 对 我跟谁说都不知道 我就说 这么好的故事 我就让美国人也知道 咱们中国人的神统 太好 非常非常好 这才是真正的 弘扬 中国的文化 对 所谓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是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不在于一些 非常庞大的东西 对 对 说它要吓人的东西 就在于这些点点滴滴 有道理 这么小的事情 对 有的朋友会说 我都 孩子都读过这个书 有这个书 我说你的书 美国人不会去读 去问一问周围人 谁知道 曹冲 没有人 我说我这个书出来 我保证有美国人 去读我这个书 我要去给他们讲 我要去给他们读这个书 他们就开始都知道 咱们中国的天才 再次祝贺你的新书的发行 也谢谢你接受 华美之声的访谈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非常荣幸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代表华美之声的听众 谢谢你 谢谢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 谢谢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您收听刚才 与马松菊女士的采访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去一下 他的新书发行的现场 我们还采访两位 年轻的读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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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五岁 十五岁 十五岁 你现在在哪一级 我现在在六岁 我刚刚开始 好 你喜欢读 我喜欢读 我喜欢读 幻想 我喜欢读 我喜欢全词 好 好 你愿意到这个书 是的 是的 我喜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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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of Sense》 謝謝 很可愛 很可愛 因為這個故事 和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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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的選擇 對 但是 最後的評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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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cellent What's your name? Allison Allison Which school do you go to? Atia Atia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